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一路跟进香港想刺激夜经济的一些活动 终于特区政府在9月中推出一系列的香港夜纷纷的活动 其实都包括了很多新安排的一些节目 美食当、文艺的表演、社区的导赏 将人流不断增加 还有一个在10月1日停办了几年的烟花会演 这个也是香港其中一大城市 还有不少的商业机构 例如做酒吧行业、餐厅行业 也将经营的时间推硬一点 这个夜纷纷的活动推出的时间 时间就得刚好 真的得到一个黄金档期 其一就是9月29日就是中秋节 大家知道中秋节前后的假期气氛 都令到人的消费意欲是强一点的 跟着下去就是十一的国庆 也是国内的一个我们叫做十一黄金周 有整个礼拜的假期时间 来香港活动、消费、旅游 就时间刚好 因为有了这一个这么好的开启的时间 估计就会带动到整个市场的气氛 所以其实一路推出的活动 都对于做生意的朋友 商界的朋友都帮助很大 在十一黄金周之后 紧随下去 去到十一月底 其实香港夜纷纷 都还有很多节目活动 就继续推行 延续下去 就去到十二月底 就差不多就是圣诞节的档期 跟着下去 新历新年、农历新年 这些都是大量游客 和香港人消费的一个黄金档期 估计整个振兴夜经济的活动 经历了这一连串的活动之后 香港整体的消费力 和消费意欲都会大大提升